澳門立法會選舉今個月12日舉行 正在酒店隔離的選民可以投票 澳門選管會說 選舉前一晚 即是今個月11日 23省19分 仍然入住隔離酒店的合資格選民 要先簽署轉移票站申請書 選舉當日 他們會被安排到酒店的大堂投票 期間必須要戴口罩 使用一次性手套 每個選民投票之後 有專日消毒 票站人員會專作防護裝備